強吻柔胸 然後解褲子 我就問他是不是男人了 不是男人就... 對啊 都不道歉 曾擔任NONO化妝師的詩小姐 站出來踢爆NONO的性騷惡行 至今人還魚跡猶存 當年就是在這部戲 片場遭到對方伸出狼爪 快叫你們那個KING老大出來 不要再偷偷摸摸的躲起來了 頂著超大麥克風頭夾髮 NONO2013年出演偶像劇 終極一班三 詩心女化妝師提到 早在這之前就有被他性騷惑 只是沒有想到這次行徑更誇張 在片場 怎麼又遇到他 都收工 然後就是都沒有人了 我以為沒有人了 對 然後我進去那個女廁 對 就沒有想到 他怎麼也進來這樣 不只強吻他 還有肢體接觸 當下詩小姐第一時間假裝順從 接著就拿出手電筒的電擊棒 馬上反擊 這件事情會讓我聯想到以前更大的傷害 所以我覺得我需要站出來去輔助他們 NONO性騷風波連環報 吹哨著小紅老師臉書提到 暗鈴提告後受害者人數持續攀升 26個英文字母已經不夠用 但NONO至今仍然身影 他真的太可惡了 我們能不能送他去關 遲遲等不到對方一句道歉 不過NONO就被發現疑似不小心手滑 按讚小紅老師臉書發文 卻又趕緊收回 也讓小紅老師很痠 看來他真的很關心他的新聞 接下來北檢最快會在兩週內 傳喚NONO道案 要透過司法還給被害人一個公道 三音宣 徐教委 下方名 台北